回到你了 多謝ManMan和128B 雖然有點心意 但謝謝你 亦對我們有鼓勵作用 回到你了 我們剛才預告 今天突然間 不是很深夜 大概是九點鐘 九點半鐘的時候 突然間傳來惡號 李文離世 李文雖然在香港出生 但是一個很國際化的歌手 他在香港出生 九歲移民去三藩市 學成之後 1992年 就在香港參加新秀大賽 一年之後就在台灣出道 他發展的市場 很多是華語市場 他唱普通話歌的 其實他年紀不是很大 48歲 1975年出生 他的姐姐 李思琳 公佈 他在家裡 就是輕生 但好像沒有說過 他怎樣輕生 沒有說過 這個 我想不會說 什麼那些 不是說很重口味 只不過是說 80歲母親 在廁所那裡 看到李文倒臥 在地沒有知覺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應該就 總之自殺 主要就是因為他長期 都是受過抑鬱症 就是 所折磨 你剛才就說 抑鬱症 總有一個原因 最起碼的原因 最起碼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離婚 離婚 看新聞報道 離婚得來 還要是 他幾個女兒 都不是站在他那邊 當時是說 他的丈夫出軌 李文就 當然是大慶民罪之師 然後是不果 然後離婚 那些 是的 其實他那一天 不是那一天 是今天 其實今天還好地地 今天 其實 為什麼他說 現在有死訊傳出來之後 很多粉絲都不相信 就是說原來 在中午的時間 那個中華文迷聯盟 他發布了一段 李文留給歌迷的錄音出來 那個錄音 其實是這樣說的 有親愛的大家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對我的愛和支持 你們做我的後盾 我會加油的 然後這段時間來講 希望你們身體健康快樂 我非常非常想念大家 我會努力努力 我也非常想念你們 愛你愛你 還用英文來感謝歌迷 送給他們禮物 所以 而他們聽到這個死訊之後 他們就不相信 今天好地地 還有一個錄音 走出來 還說 這個錄音是新的 有沒有可能 有什麼可能自殺 抑鬱症 其實就是可以殺人的 抑鬱症 其實我們知道 以我們所知 抑鬱症 起碼最近來講 英國年頭的時候 都有一單 Florence Floa F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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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英國的女生 在英港人 30歲都沒有 我記得 沒有沒有 在Richmond 她住在Richmond 但是因為抑鬱 長期來講抑鬱 因為來到英國之後 經濟條件不太好 支出又大 令到她有抑鬱 其實每一個人 當然總有個理由 可以是經濟理由 可以是家庭理由 總之你對前景絕望 簡單來講 就是絕望 看不到出路 但是這種絕望 看不到出路 當然 客觀來說 這個世界不會有絕對的絕望 但是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說鑽牛角尖的話 其實你又不肯跟別人講的話 就很容易會走一條這樣的路 所以我認為 口臉皮的人是不會的 口臉皮的人 有壓力 他會怎樣疏到 出人說借錢 借錢消費 那些人就不會絕望 其實就是 但是你問 如果你要解釋 怎樣去解釋 今天中午的時候 無端端發一個這樣的訊息給大家 我猜就是 HKG說 禮拜一自殺 燃至今日去世 禮拜一自殺 禮拜一自殺 這個真是不太清楚 錄音日期是7月2日 錄音日期是7月2日 7月2日來計算的話 就是禮拜六 不是禮拜日 禮拜日來的 禮拜日來的 禮拜日就是 錄音日期 你說那個時間 對 時間點 網友想搞清楚 說究竟他是不是禮拜一自殺 然後就燃至今 今天去世 不知道的 錄音日期是7月2日 錄音日期是7月2日 到5日的時候 錄音已經有976萬次播放 當然是經歷過死訊 爆出來之後 很多人爭先去聽 李文的姐姐李思琳 在社交平台Facebook 就說 7月2日輕生 已經幾年前 就患上抑鬱症 長時間和病魔對抗 7月2日在家中輕生 對 搞清楚的時間 其實所有事情都發生於同一天 就是禮拜日 就是7月2日 7月2日的中午 他就出了這個錄音 而7月2日的晚上 晚上他就自己輕生 所有事情都發生於同一天 所以為什麼粉絲說不相信 就是這個原因 有什麼可能是7月2日 那天我還聽到一個錄音 他就說 他姐姐 就說他醫院的團隊 努力搶救治療 最後到7月5日的時候 即是今天 今天 即是香港時間 昨晚 即是這樣說 即是他也是禮拜日就輕生 然後呢 就搶救了3天 所以死訊今天才傳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可能是復藥的 通常是復藥才會拖一大輪 即不是身體 不是割物那些 即死的 那些就死硬了 也應該不是燒炭 如果燒炭的話 他家裡有其他人在 應該是吃藥那些 吃藥那些可以救的 即是可以救的 但是花了3天都救不了 他姐姐就說 其實原來他今天 即是他今年 應該這麼說 是出道30年 他說29年來用勁歌熱舞 帶給我們無盡的快樂和驚喜 但FY就說 李文這麼愛國 都會抑鬱 愛國 即是因為李文 就很活躍在這個微博那裡 如果你有看大陸那些 不知那些選秀節目 你都會見到李文 以這個李文老師的身份 就對那些參賽者 指指點點 即是李文已經很長時間 在大陸那裡發展 但我要這麼說 首先一件事 回大陸賺錢 和他是不是愛國 我從來都覺得兩件事 即是分開說 如果你說那些 愛國愛到瘋了 即是譚詠麟 譚詠麟那些 我都覺得是愛國賊 真心愛國也很難說 即是 你說這段時間 如果有人回去舊張 即是你說愛國也該死 你回大陸的發展 那你已經預算了 那你預算了 那兩回事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也避免 不要在這段時間 雖然我想 他的家人 或者朋友 未必聽過你的節目 但是我覺得 就不需要說這些話 至少我覺得 愛不愛國這個問題 就是分兩個層次 尤其是說藝人來說 藝人來說 即是你說在大中華區賺食 即是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即是如果你迫不得已 你要互期的 即是你做一些很standard的事情 最低消費 然後拍段片 即上去微博裏面 即是share那些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即是你隨此以外 即是跟大隊以外的事情 有沒有主動說黃之鋒 在外國收錢 然後又被CIA訓練 即是好像曹永廉 這些是該死的 如果他自盡的話 他有表忠 這個要檢查一下 絕對愛國人 我不覺得 那我印象就沒有 Sorry 印象我就沒有 但起碼現在就是說 他的自盡 就跟愛國無關 是的 我們只不過是中國好聲音 一找李文就找到 是的 那類型的東西 所以 有 有 有 原來是Yahoo台灣國說的 即是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原來他是有份貼的 就是那些 一定是 那些是什麼 黃祖南 兩夫妻都有貼的 是的 歐陽娜娜 黃心靈 歐陽娜娜 又過份少少的 歐陽娜娜 他正是做評論 是啊 即是做了時事評論 那李文我印象中 真的沒有 真的印象中是沒有 我的印象中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實力派的歌手 通常都不會說那麼多 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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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至少 即是 你說實力派來講 張學友沒有 那 你說 張學友真的不用 不用 不用 你說 劉德懷有沒有 劉德懷有 都是很minimum 我覺得 就是在親切上面 可能有些人就受不了 但我覺得 不是說太過分 即是 你的程度上 就未至於 好像 哪些不行 那些人 通常都說得最噁心的 比如好像 阿B那些 即是 中鎮濤 中鎮濤 正是說到 他去 何君堯 那個 撐警集會 撐警 撐到 那些人就覺得 他覺得 阿B 阿B 阿B嫂 阿張小偉 搞到你破產 你也該死的 哈哈 有些人開始 同情阿張小偉 可惜些 那個叫做梁家輝 梁家輝 梁家輝有實力 這個是比較少有 有實力而做愛國人 即是 成龍也算是 成龍 其實本身 在美國裏面有一定的知名度 日本也有很多粉絲 但他也是做愛國人 做政協 是嗎 那就是這些 但是 我自己眼見的 多數 如果有實力的歌手 或者藝人 那很少 歌手就真的 沒有藝人 就這麼噁心 如果你說做戲那些 就算有實力 都會有 但歌手來說 你說有實力那些 那些 很少 那麼 就是這麼舔的 我自己印象中 就是 你說純粹李文 那些 他最低小快 就只貼一張 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是 Wireset 潘就說 阿詹也有了 那你又看 你怎麼看 阿詹這些 那些呢 他有沒有 奶共呢 就是說 你說 你有沒有做政治表態 就這麼說 我印象中就沒有了 印象中就沒有了 那他是很積極 在大陸那些 歌唱比賽 那些有玩 他有什麼中國好聲音 那些 但是他有沒有做評論呢 如果你說是藝人來說 我的範圍 坦白說 我訂得很低 你可能甚至乎 覺得我很寬容 但是 如果你說 你在演藝界 其實就是這樣 就等於 好像古天樂那些 你怎麼看他 古天樂他都在大陸賣廣告 就算是去年世界杯 不就是今年 2022年世界杯 去年世界杯 去年世界杯 他也有什麼 他不知幫一隻酒賣廣告 那也是做賣廣告 那你說在幫大陸賣廣告 有沒有做政治評論 又沒有 Anyway 我已經這麼說 李文 他做的 所謂乃共 是minimum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感覺 我不會說接不接受 我又不是他粉絲 我哪有資格這樣說 但起碼 我就不會覺得 是 很過份 那些 不像梁家輝那些 那些 那些 我覺得有些人是可以選擇的 你說突兀畫仔 團隊 是不是可以沒有選擇 不是 你見鄭伊健 那些人是可以選擇的 是吧 我反而沒有佩服 鄭伊健 是不是 他去日本 去台灣 他不回大陸 那些人是可以選擇的 是吧 那麼 李文 李文 其實就是 他的 他的 粉絲 太大了 普通話市場 普通話市場 香港人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多粉絲 也有網友說 他在香港從來沒有紅過 是 我自己覺得是 我自己覺得是 香港人唱K 會不會唱他的歌 真的不覺得 不覺得 因為他都是普通話歌為主 所以其實你很少聽到 或者你去茶餐廳 你說去茶餐廳 有沒有茶餐廳播的歌 又沒有 的士裏播的歌 又沒有 所以其實他對我來說 是沒有什麼感覺 又不見 你說在網媒上面 很多人登他一些 政治表態的事情 沒有 但是anyway 他說歌 他說舞 其實這件事 是國際女星來講 他是出色的 只不過是香港人 很少留意他 香港大把這些人 不覺得 例如時裝設計 VVNTM也是 嗯嗯嗯嗯嗯 他是比較出色的 那一隻 但是anyway 你看大中華區來講 你看大陸 在大陸 那個震撼就很大 嗯嗯 他有沒有上央視的 有 那些什麼春晚的 有 都有 見過 我沒有印象 我真的沒有留意他 嗯 四個月之前 他都有貼文 其實楊子瓶也是他 很好朋友 都說給他勇氣 是這樣的 當年刀馬彈主題曲 楊子瓶有份拍刀馬彈 因為這樣認識了 隨刻 OK 他演戲好像很少 他主要是唱歌 沒有的 幾乎沒有的 他沒有演戲 但anyway 你說抑鬱症 都是精神病的一種 這件事是最難搞的 從來都最難搞的 我見到精神科醫生 其實 只是香港計 香港計 患抑鬱的話 其實都有二十幾三十萬 那些還要是主動求助的 求助才有 但一般人 如果你自己有抑鬱 就像香港人 尤其是男人來說 都會比較傾向自己 噓了他 香港的男人 其實是很慘的 甚至是你不覺得自己抑鬱 他純粹是覺得自己那一刻很無助 就是這樣的 除了你說是他家庭上 經歷過離婚的打擊 家庭的打擊 家庭事情的打擊之外 就是原來他好像之前受傷 就是腳要做手術 他怕很難像以前那樣去跳舞 雙方面 就是兩樣東西 其實他都貼過 去那些 小紅書那些 他是有小紅書的 他很怕 手術完結之後 就不可以像以前那樣跳舞 因為跳舞比他快樂 暫時要迫自己乖 就不可以亂動亂跳 他大概是年初的時候 什麼時候的事 最重要的是 他已經接近五十歲 五十歲 然後再受這些傷 基本上是很難的 很難的 很難的 你不受傷的話 你也可以中例題這樣跳 郭富城五十多都可以這樣跳 是的 他的丈夫 其實就是 叫諾宇文 是加拿大籍的丈夫 他叫Bruce 多次出軌 又偷吃年輕貌美的鬼妹 其實半年前 Coco已經和他分了居 跟著他之後暴秀 其實你有個過程 你首先厭食 厭食而暴秀 跟著之後就 病了 不如跟他講話 如果你說 見到身邊的人這樣的情況 其實 我們通常都說 你要多點關心他 聽一下他講話 不要那麼評論 其實如果你身邊有些朋友 你說你說你講完話之後 然後就像教師爺一樣 哇 你早就這樣對老公這麼放肆 活該你死吧 這些 其實就叫二次傷害 其實是 但我們不覺不覺都會經常做這些 有時候 香港人很面目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 有一個抑鬱的比例 應該是比現實低估了 因為香港人真的很糟糕 尤其是男人 最多你可以找身邊的朋友出來喝酒 腎兩句 但女人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很極端 看你身邊的朋友很不幸 有些所謂的朋友 其實出來可能是攀鼻 對 你跟他說 反而他判斷你 有些朋友 with friends like this who needs enemies 對 對 對 抑鬱症是很嚴重的 老公是利封高層 我又建議 他又不是說 實我不赦那些藍絲 又不需要追究他 以前是否說奶共 中國一點谷不禮食 我見到有很多 其實就算是說的 都是 這叫做min pay 這叫做min pay奶共 min pay奶共 你藝人有時候真的 你簽了一張藥 把藥寫到明 你要在大陸生存的話 你一定不可以 引起中國政府尷尬 就是這樣 剛才都有朋友說 陳奕迅 陳奕迅也是這樣 你看到 陳奕迅現在開演唱會 場場爆 香港人原諒了他 無所謂 你們 對啊